南岛市好立法社区大基幹團隊 為了家庭團隊合作的領域 開設社区領到幹部、環境的背景 利用主題的工做法的方式 為領到領域 社区環境、極為風暗的本社 頂頂以地 找找提醒社区領域的方法 當時就有五位社区基幹的活動 做最好的主委連結 在同樣這個環境 我們出去有時候看到一個人就不容易 政策少年人外流、老伙子 做成了這麼多工作 推斷南岛割館 這是大基幹社区團隊所住的困境 他為社区領域幹部 環境的背景贏 將領域到顧社区 來找找到該本的方法 我們希望在佛化這個廟會的場景 第一個首先就讓大家願意來這邊群聚 大概沒事的時候可以來這邊 做出戶外我們本身就是公園 茶葉 然後再來就是自己本身的一個環境 環境的話 剛才我剛才想過我自己也說到 我們就是有老樹 我們最近老樹富裕有什麼 剛才說利用到包括三個地方 觀光景點的地形 搭配本身環境、散熱文化 來找找到社区發展的營養 過營養 也考驗到人家的營養 提醒社区界尾方案的變成 這又關心社区影響發展 才會記得 這是提供提升我們的智慧 團體生活 大家一致回去還可以跟志工他們 一起合作 都收穫很豐富 也可以自我成長 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在哪裡 就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我們也是會老 能幫助讓家庭 整個家庭 因為年輕人都除外上班 伯伯他們真的很在家很孤獨 接下來他們要進階的一個發展 就是讓他們的領導者 能夠將來包括永續傳承 甚至接下來未來的志工 在有關社區發展工作的這個技巧方面 能夠更成熟 那大批社區主要是協助他們 把關懷據點建立起來 讓他們能夠先從實際的操作上去運作一個 老人福利服務開始 然後再慢慢擴展其他的福利社區化的工作 因果入獄如何担任到志工 正合到大家合作的領域 眾團隊的理論發揮到最大 是社區幹部應該有的領域 南北市永南社區 担任到其他四個社區 來進行到委領贏的件事 以用這樣的一個課程工作法的方式 可以增進我們五個社區 大家各自對社區的一個社區幹部 或是整個社區的理建市的一個架構的部分 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我想對我們的幫助很大 尤其是以現在社區的形態 我想領導幹部是一個未來一個整個銜接 永續經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區塊 透過的件事 不是說希望來提醒到社區幹部 才會即將和委領領 同時也希望增加到社區即將的活動 做到最好自我而然間 記者零星 查活動